然後我現在就是一個人在那個活動會場 有收閒的尷尬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自立自強 嗨 我是Opera 我化好底妝了 然後今天是要去韓社愛麗媽高級酒店參加一個活動 就是難得我會去參加活動啊 因為這個活動是 就是真的是我以前合作過的夥伴版的 所以我就想說一定要去給她幫忙一下 所以今天就是要穿全白 然後 然後我白色衣服好像就只有這件 然後現在把行李弄一弄 就是又準備要通勤人生了 先去台北 然後再回中立再回台中這樣 因為那天沒有辦法就是出門啊 或是運動去跟大家測試說 就是加丹尼爾的那個抗旱的粉底液效果怎麼樣 然後現在呢 我就是因為在家裡嘛 很熱很熱很熱 然後等一下我還要出去外面遭總一整天 就想說可以測試看看給你們看 現在這個狀況呢是我已經上妝 一個小時左右了吧 狀況還是非常的美 然後等一下我們出去看看在台北街頭 大流汗的狀況下它會怎麼樣 有沒有看到我現在身體已經黏住 頭髮都黏到身體 今天要有30度吧 喔我的天啊 喔我的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的通勤人生基本上就是去哪都要带着一个行李箱 然后我的麦克风又断了 诶 我真的跟麦克风无缘是不是 為什麼我的麥克風就是一直出一些小沙措 到了 今天參加 小鹿髮膏跟鞋 麥克風斷了 要帶大陸声保田 放少哦 比例 這個好像現在超級無敵的紅 然後等一下會有一個大明星要來現場 然後這個好像是升級版吧 之前我在網路上看到的都是白色跟米白色嘛 然後好像還是有粉色 然後他現在要出一個舊紅色的 就是跟現場就是偷拿人家的花 跟玫瑰一樣 跟玫瑰一樣的顏色 然後我現在就是一個人在那個活動會場 有稍嫌的尷尬 但是沒有關係我們就是自立自強 完了啦不知道怎麼放回去 Sarby OK它是這樣子 這樣打開來 一直掉一直掉沒有辦法 漂亮的打開 再一次 欸還是這樣子啊 這樣子 就是 這樣子 之後呢我應該會認真的來實測它 因為聽說非常多人對它有興趣 可是 因為畢竟它是個一兩千 一千多塊的機器 機器這種東西大家就是會比較 欸有點害怕不敢下手有沒有 所以就是我之後回來實測它 在使用上 除了傳導加溫的效果更好之外 它可以幫助保養品指導我們的肌膚 那我們現在請婉婷看大家來講師招呼 哈囉大家好我是婉婷 哈囉大家好我是婉婷 所以是十一十二十二一一一二二三三四五個小時 給你們看臉上的妝其實還蠻完整 就這邊有一點屌 因為它的遮瑕度真的不高 可是我剛剛就是跑來跑去流汗跟出油之後都還好 一上車立刻就是換上我的converse 把高跟鞋脫掉 然後把耳環拿掉 然後 上車吃 早餐剩下的手捲 這就是非王美人生的生活 要趕回家剪片了 啊 邊喝咖啡邊回家 然後底妝呢 真的還蠻完整的 可是真的就是遮瑕蠻低的啦 可是油跟汗這部分都保持的蠻好 我今天現在已經剛剛算是幾個小時 十一十二十二一一二二三三四 現在五個小時了 然後我完全沒有吸油 完全沒有喔 長得非常的正常 哈囉 喔然後口紅是Dewart 620 一定會有人問對不對 你是不是現在已經在問 你是不是已經在打了 我現在回答你 OK 好了我現在到台中了 現在是六點半 所以是 十一十二十二一一二二三三四四 五五六 七個半小時 完全沒有吸油的狀況 給你們看 現在的皮膚 台中熱超級無敵的 其實今天台北也很熱 我壓給你們看 就我有出油也有出汗 壓完之後長這樣 然後衛生紙上面也有一點 有沒有濕掉了 衛生紙真的濕了 噢夜夜現在很high 現在底妝就是長這樣 沒有暗沉 然後 呃光澤感一樣是有的 然後我覺得它抗油抗汗的效果都還蠻好的 但是我覺得抗汗的效果比較好 因為我今天一直不斷的人中大冒汗 真的是大冒汗 我沒有在開玩笑 因為畢竟我就是走路的時候就是冒汗 然後沒有一段時間以後我就會進到冷氣房 所以真的出油機率沒有這麼高 可是七個小時下來沒有吸油可以這樣 我已經非常滿意了 然後遮瑕效果就跟我當初說的一樣 它真的就是中等就是偏低 因為它本來就是強調裸妝感 可是以這種 就是今天三十度這樣子 走了七個小時下來的妝感 我自己是滿滿意的啦 所以 如果你們自己最近有想要找一些就是 抗油抗汗或是適合夏天用的粉底液 可以試試看 但是我有上蜜粉 欸我今天有上蜜粉嗎 喔有 我今天上薄薄的一層蜜粉 所以如果你是混合偏油或油性還是要上蜜粉 但是上完蜜粉以後我覺得非常的漂亮 七個小時可以這樣 很厲害吧 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這樣 然後這個穿蜜機器呢 我應該 我等一下 剛剛買了一瓶茶 我應該就是這禮拜或下禮拜 會好好的認真的試用它 因為畢竟我本身沒有用過這種機器 就可能以前我媽去日本 有買過那種金色那種推下巴 可是我每次都會懶得用這樣 可是欸我這樣看起來好像沒穿衣服我有穿 可是就是 這一次什麼24K金新的那個斐燕紅上市 然後聽說他們紅到就是必須要預購等兩個月這樣 所以OK我就是 因為還沒有上市我就先拿到 所以我就先來體驗看看囉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明天見 掰掰 再忘了一下 還有一天 拜拜 拜拜 旁邊 大家好 大家好